那要鸭掌木也叫招材树 很多人呢喜欢在家里养一盘 这个鸭掌木呢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不要缺水 放在这个温暖散光的地方 它生长呢非常的快 它的牵扎繁殖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取一块这个拌木质化的枝条 然后呢直接插在水里或者是插在沙子里 它都可以很快的生根 插在水里呢 保持两天换一次水 一个月的时间呢可以生出很多的根系 现在呢可以将它移栽到土里 这现在呢很快就形成一个新的植株 牵扎养掌木的这个温度呢 必须在20度左右才可以生根 如果温度太低呢生根非常的慢 而且不容易成活